一个半一小时 我在猫眼里 看到姐姐踹门 我出去把她姐姐 打了一巴掌 那一巴掌以后 他们都上来了 母亲也接着我 她妹妹接着我 都来打过一个人 我一个男人 怎么打你一个人 我在正前吧 我在正前护着你吧 但是 怎么打你呢 最后把我关进去 了三天 我出来了 我就在她母亲那里 去理论 结果她父亲说 你不给我女儿200万 我上你新家就掉进 我说 这是你的船 我说我没法干涉 她就是说 你不给 我就不要你 就好人过 她直接说 她现在她是这样想 一分钱不给你 她自己过她自己 不可以吗 肯定不可以 你认为那几百万的赔款 跟你有关吗 肯定有关系吧 我婆婆在医院住院嘛 住院晚上都是 白天是她去照顾 晚上都是我在照顾 那时候我已经跟她离婚了 就是我婆婆去世了 送到上山什么的 我也去了 完全就以一个儿媳妇的身份 是吗 对啊 你弟弟得癌症 是谁照顾的 本来我是想公开我们离婚的 结果他弟弟得了肺癌 我就没公开 弟弟在我学的话 只要是有病痛 都是找我 刚好那几年 我父亲 我母亲 我姐姐都走了 第一院里面 我是非常抵触 非常胖 叫我去照顾一个癌症病人 而且是个前姐夫 前三次 是我爹的钱呢 我根本就没钱 我也没有说你不好啊 你叫的什么事都叫我 我叫的什么事也是叫你 总而言之就是 就是她有钱了 现在就 到此 你说我的700万 关你一毛钱关系 怎么没关系啊 有关系 你可以打官司 没问题 是怎么来的 何女士说的采矿权 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她和向先生早年创业 依法取得了某矿山的采矿权 而向先生打官司赢得的那笔钱 正是源自此处采矿权之争 何女士认为 就算向先生不认可 她曾经对家庭的付出 当初夫妻俩白手起家 艰苦创业 她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打赢了官司的向先生 理应分一部分钱给她 她卖的那个采矿权 就是以前我跟她打拼出来的 那时候你问她 我吃了多少块 那时候你问她 她创业的时候 谁肯借钱给她 我父亲第一次给她贷款 她第二次 她就找她家里人给她贷款 她家里人不肯 后来我又跟我父亲说 我父亲又给她贷款 你那时候你开店的时候 谁借钱给你 还不是我姐 当初我跟你 跟你做了个企业的时候 我吃了多少苦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夫妻俗之言白手创业 哪个夫妻不吃苦 最后成果就你了 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家操散呢 不是承认是我错了 你珍惜这个家 我怎么不珍惜啊 珍惜啊 我不珍惜我 我还经常跟你低三下四的 那为什么我不懂呢 赌 向先生此言一出 欲经四作 向先生坚决不同意 给前妻何女士一百万 和赌又有什么关系呢 向先生说 当初两个人离婚 正是因为何女士 常年沉迷赌博 他多次苦心劝戒 至于伽佳姐姐的 是东西的 我们去继续